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微微卫视8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两次阅兵被高呼主席 习近平是否有意在19大重设党主席的职务 美国调查中国贸易行为高科技为何是重点 好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中国政治的话题 今年的八一建军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大军的一个细节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授阅部队在向习近平致敬的时候 使用了主席好这个说法 改变了从邓小平以来 检阅部队以首长好向领导人致敬的做法 其实在今年香港回归20周年的香港大阅兵上 授阅部队同样对习近平使用了主席好这个致敬方式 当时就引起了外界的议论 有分析人士认为 自从毛泽东去世以来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检阅部队的时候 军人都用手长好来致敬 现在改成主席好 显示习近平可能效仿毛泽东 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 那么这个说法是过度解读 还是确有道理 如果这个预测成真 对中国的高层政治可能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李伟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我想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就是习近平在七一的香港行 当时的大阅兵上面的军人就高呼这个主席好 引起了一些注意 但是很多人也认为是过度的解读 但是今年的八一建军节再次的用上了主席好这个说法 就显然不是偶然了 我想先请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家 您从这个变化这个称谓的变化解读到什么 习近平上任以来打破了很多先例 一个是阅兵的形式打破了先例 他一般来说中共是在国庆逢时的大庆的时候阅兵 但是习近平选择像二战结束的时候 二战七十年的时候阅兵 现在又选择在建军节九十年的时候阅兵 还选择在香港回归日或者是视察香港的时候阅兵 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加强军权 显示大权在握的一种姿态 那么另外一个破先例就是 以前的这个中共领导人阅兵喊那个首长好 那么首长好这个首长可以指很多人 从江青到周恩来到邓小平到后来的江泽民 胡锦涛都可以叫首长 说首长是贩子众多高官 但是叫主席好那就是威一 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大家的印象都知道 讲主席就是指毛主席 讲总理就是讲周恩来 那么在党内已经约定俗成 说主席怎么样主席怎么样 就是讲毛泽东一个人 说主席具有威一性威一权威 说习近平让这个授业部队称他主席好 显示了他的某种雄心或者野心 就是要追求毛泽东似的权威威权 好的想听听李伟东先生的分析 您觉得从首长好转变成主席好 您觉得这个称谓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我觉得各种媒体的解读并不是过多的 这个确实在十九大上有可能重设中央主席 这个是一个前面的铺垫性的一个动作 中共的中央主席从1945年的七大 毛泽东担任主席一直担任到十大 之后由华国锋和胡耀邦短暂接替 然后就转成了总书记 1982年12大转成总书记的过程当中 包含着有一种党内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当时这个社会上的各种解读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总书记就是中共中央的书记处的负责人 一个总体上的一个安排 这个等等 这个包括有某种党内民主的这样的味道在里面 那么现在重回中央主席 意味着这个秦宁先生的个人的集成程度 可能会变得更高 而且呢有可能不再设中央常委 这个并不是一个过渡的解读 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好的 待会我们再来探讨这个可能性 那么我想回到就是当然也有人说 高文青先生就说习近平本来就是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那么军人致敬的时候呢 称他为主席呢未尝不可 那么我想对于现在很多忘记了文革的这种年轻人来说 我想听听您来跟我们分析 就是这种说法您觉得是怎么来回应 尤其是从中共的这个语境和历史背景来说 主席这个称呼的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可能需要跟我们的年轻一代观众来解释一下 中共的话可以说中共的主席呢 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种称呼 那么从这个第三国际设立这个各国共产党的话 多数都是用总书记这么一个名称 那么刚才破空也讲了 就是说就是党主席呢 因为毛是长期担任这个党主席 他呢这个几乎就成了他的这个专有名词 比如说我当时在中文文献研究室 在看这个中央档案的时候 所有这些人的报告都是主席 就是根本把毛字就给省略掉了 那么呢总理呢 实际上也基本上快一度变成了周恩来的一个代言词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是有这个特定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这个一提到主席的话 就想到毛的一言九鼎 想到毛的独断千刚 我认为呢这回把这个首长好 改为主席好呢 不是媒体的过度的解读 因为中共历来对领导人的各种提法 称谓都是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 可以说呢这回事呢不是无心插柳 而是有意栽花 是在为习近平呢在十九大 准备改变党的集体领导体制 当党主席呢来这个造势铺路 那么实际上习近平这种意图呢 实际上早就早就有 从去年呢就不断的放风 试水 今年呢又开足了玛丽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王岐山呢是带头来造这个事 什么现在习近平思想啊 什么最高统帅啊 什么三个一切啊 三个凡事啊 凡此种种呢 实际上的话呢习近平的这个意图啊 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 呼之欲出 当然他最后能不能够成得了 这个还要再看 因为还有两个月我们就可以接过 好的确实是 那么说到今年下半年 中共这个十九大呢 关于最高权力结构的传言有很多 那么一个就是说要可能恢复 设立这个党主席制 也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 由习近平来出任党主席 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来分析 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还要需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 现在看来已经这个露出了端倪 那么首先我们分清那个党主席 跟总书记的差别 实际上在中国 在这个共产党历史上 总书记开始是斯大林 从斯大林开始的 当时那个列宁创造了这个苏联 缔造了这个第一个红色帝国苏联之后呢 列宁是第一把手 当时有七大领袖 斯大林排最后一个叫总书记 总书记的意思就是秘书长的意思 就是办事员 那么这个但是斯大林 当了这个总书记之后 这个就加强对自己的集权 对同僚的监督 说列宁在临死的时候 有一个遗言 对斯大林的评价 列宁的遗言是这么说的 他说斯大林 自从他担任总书记之后 在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 他以后是否会谨慎地 使用这种权力 我表示怀疑 这是列宁的遗言 不幸而言中 斯大林之后就利用 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 秘书长的位置 监控别的领导人 整别的领导人 作为他把其他的 这个五大领导人都整死 整死之后 自己就独断乾坤 这样就把总书记 成了一个共产党的 一个最高职位的一个象征 中共这边成立之后 开始呢叫什么书记 后来叫委员长 从四大开始叫总书记 那么到毛泽东时代 就发明了这个党中央 中央书记 中央主席这么一个称呼 毛泽东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 把书记处变成一个办事机构 那么到了后来 这个建政以后 中共建政以后 毛泽东一直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那么书记处的书记 像那个邓小平 在八大任总书记 实际上就是一个班长 一个办事长 因为书记处是办事的 有十几名书记 其中一个总书记 就相当于秘书长 那么这个总书记的称呼 就是说是一个班长 他可以造极 但没有这个权威 但是党主席 那就是一言九鼎 就是凌驾于众大臣之上的 一个皇帝 红色皇帝 所以这个知道这个称呼之后 就知道习近平的追求 习近平目前追求的 就是毛泽东那种旧式的权威 旧式威权 回归毛时代的一个 想一言九鼎 因此他嫌总书记 这个位置还不够 他不能跟别人并驾齐驱 那么他已经有了 国家主席军友主席 如果带一个党主席 那就完全具有了 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和地位 但是我觉得时代已经不同 是否和时尼 我想不要说在党内 可能引起反弹 在党内也可能引起 不满和不服 因此我觉得习近平 要涉党主席 用心很遭大作解 但是风险巨大 在党内的风险也很大 好的 听听李伟东先生 您的看法 您觉得如果是习近平 要设立这个党主席 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阻力 或者困难或者障碍 我觉得他如果设立党主席的话 仅仅是修改党章而已 现在以他的权威 和他在党内的地位 受到这件事情挑战的可能性 已经不大了 只要他愿意设 现在是完全可以设起来 基本上他在中共党内 已经没有太大的反对力量 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了 一个高度集权 这样一个状态 他现在已经是元首了 我曾经打分 做一个比较 如果以毛泽东的权力指数为100的话 邓小平直指引达到了80 因为邓小平虽然看上去 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他自己也这样说 但是他还受到党内的八老的这种彻处 还有某种要向民主制过渡的这种约束 但是现在习的权力指数 已经达到了90分 超过了邓小平 党政军大权急于一身 而且这两年关于核心 最近阅兵有最高统帅 这样的说法出来 所以他基本上 包括这些年的反腐 他基本上已经在党内 确立了一个绝对的权威 接任了那么多小组长 所以他只要下军心要设立党主席制度 基本上是挡不住的 他完全可以成功 好的 刚才破空也提到党主席的 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 那么我想问问高文金先生 我们知道毛泽东 曾经是长期的担任 这个中共的党主席 那么从毛泽东时代来看 你认为党主席制的这个利弊 是什么 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借这机会 我先再回应一下 就是习近平为什么 他已经大权在握了 他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党主席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党主席 跟总书记的 这个职务的含金量不一样 那么总书记呢 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召集人 他在常委会内部 跟其他常委地位是平等的 他那一票只是一票 而党主席的话呢 他就是根据毛时代的这个情况 这个沿用毛时代的惯例的话呢 他那一票的话 是有否决权的 是可以拍板说了算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呢 实际上呢 这个里面 他还是在为自己二十大之后 来继续掌握权力 来做文章 具体怎么说呢 因为他可以说 他可以辩解说 党主席跟总书记 不是同一个职务 因此的话呢 这个 我这个二十大以后 我可以不受两个任期的限制 那么的话呢 再回到刚才 你刚才问的话题 就是这个党主席的 他的危害究竟在哪 我觉得党主席最大的弊端呢 就是为个人独裁呢 提供了条件 那么根本就是缺少一种党内的制衡 哪怕是中央常委内部 非常之有限的这种制衡 而最高领导人一旦犯了错误之后呢 没有人可以纠正 那么可以说呢 中共建政后的种种的灾难 都是作为党主席的毛 胡作非为 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 没有办法纠正他 是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 而且呢 最能看到呢 当时有一句话叫 老毛不死 文革不已 老毛 哪怕只有一口气 甚至于在接见外国元首的时候 都留哈喇子 但是呢 叶剑英 邓小平 这些人 还是不敢动 那么 那么的话呢 再从另一个 反方向呢 来比较一下 进入到邓时代以后呢 那个时候呢 是邓和陈云 两个老人 来掌握权力 陈云 邓小平踩油门 陈云呢 踩刹车 那么对邓呢 这个形成了某种制衡 因此的话呢 没有形成毛时代的那种大折腾 这是从反面可以证明 这个党主席的这个弊端 好的 陈破空先生 我们知道中共的历史上 党主席 有曾经设立 那么后来也取消了 毛泽东以后后来是取消 那么当时这个取消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后来又决定 取消党主席的这个职务呢 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您觉得当时取消党主席 是出于党内的需要 还是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 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共最高权力职位的变化 从来就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 取消党主席是邓小平的决定 是在1981年 但是毛泽东当党主席是终身制 他死后 华国锋继任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被邓小平推翻之后 胡耀邦曾经短暂的当过 中央委员会主席 但是邓小平发现不对 邓小平那个时候想一言九鼎 因为邓小平已经老了 不可能再当党主席来办事 邓小平当的是军委主席 他把华国锋的军委主席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邓小平就决定把党主席废止 把胡耀邦只是定为总书记而已 他当时就把 在华国锋时代 设胡耀邦为总书记 就是为了跟华国锋抢权 让总书记来成为办事机构 当时发表一个社论 叫中南海的灯光 表示总书记 书记处才是办事的 而华国锋那里不算 到了这个 胡耀邦接过这个党的主席之后 邓小平又感到不安全 他觉得还是他要一言九鼎 怎么办呢 就决定取消党主席制 找了很多理由 然后实际上形成一个架构 邓小平时代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架构 就是军委主席临架比重倾之上 他成了这个排版的人 而这个总书记 总理都成了办事机构 赵紫阳这些都成了办事机构 所以说从党主席的取消 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权力斗争的用心 同样到底是邓小平取消党主席的时候 随即恢复设立国家主席 这国家主席的设立也非常微妙 开始没有国家主席 后来设立毛泽东时代 设立国家主席上刘少奇出任 那就是说国家元首是办事的 但是刘少奇做国家主席之后 明显的大权在后让毛泽东感到威胁 所以毛泽东把刘少奇打倒之后 就不再设国家主席 取消国家主席 后来给林彪加了一个罪名之一 就是林彪的部下要拥戴林彪为国家主席 所以要重设国家主席 这是野心的表现 所以毛泽东时代就废止了 到了邓小平时代取消党主席之后 邓小平又把国家主席设起来 让李先念先当 这个设国家主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 但是作为虚伪的元首职位 仍然处于邓小平之下 说是这样一个结构 到今天如果再谈党主席的设立的话 就说明这个习近平要改变 从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以来的 这个一个贯子 要回归毛泽东时代 就是要重新回到一个党政军 确实不仅大权在外 而且均临天下 这个一言九鼎 至于是按刘少奇说的话 就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皇帝 革命的皇帝是红色皇帝 所以习近平试图回到红色皇帝 这么一个宝座 好的我们来听听李北东先生来分析一下 您自己觉得 这个党主席制度的利弊是什么 对习个人而言 当然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因为党主席制 对他有利之一 就是他如果按照总书记制度来计算的话 他还有一届任期 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 这个还有一届任期 当然也可以修开党章 修开党章把这个总书记的任期延长 但是这就不如直接设立党主席 设立党主席 修开党章的时候可以说任期十年 这样事实上就把习近平的任期拉长到了15年 这是第一个有利 对他第二个有利 他基本上回复到了毛的制度 党政军完全急于一身 然后在党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制衡 因为书记处在这个一般的意义上 大家从党章法理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话 他是一个这个党内的书记处 这个办事机构的总召集人 总书记吧 这个相当于党的总秘书 大概是这样 那么党主席就不是这样了 党主席是党的最高权威 毛时代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对他来说呢 基本上可以恢复到跟毛笔间超过邓的这样一个状态 另外呢 把三个主席急于一身 然后又可以再延长十年 就是说他的总执政时间达到15年这样的状态的话 可以让他做很多事情 包括收费台湾 包括跟日本解决钓鱼岛 包括解决朝鲜问题等等 他是有这样的野心的 或者说这样的战略图景 然后跟美国最终较量 这个他需要未来再给他十年的时间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有利的方面 那么所谓不利呢 是对这个中共全党 以及全社会 和中国整个这样一个国家 又回到像毛这样的一种体制 这个完全集党政军 这个大权于一人 然后这样一个高度独裁的 像元首一样的体制 这对中国的整个所谓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以来 这是一个重大的倒退 对整个中国的这个民主进程 以及这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都会造成重大的这种态 中国总体上像一个 像我说的红色帝国在迈进 这个是对全社会和整个世界 都是一个不利的一个态势 好的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如果说十九大恢复设立党主席 那么哪些人有可能出任副主席 想听听各位的分析 那么政治局常委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会不会存在呢 如果存在的话 七常委还是五常委 那么这样的话题 大家讨论了很多的 还有多大的这个实际意义呢 听听您的分析 高文青先生 如果设立党主席呢 那么现在现有的人选呢 我倒不认为说一定要这个 就是常委都没有了 这个动作可能也比较大 当然最后怎么样 还要再看 那么的话呢 如果设立党主席 习当主席的话 那么副主席呢 一个是李克强 一个是王岐山 如果他最后还是没退 石油大继续留任的话 如果他退了的话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这个栗战书 那么我还想再回应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 为什么这个党主席 实际上这个党主席 为什么这个习近平滋滋以求 就是因为呢 党主席的话呢 和其他常委的关系呢 实际上呢 是一种君臣关系 中共呢 虽然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 立典主义政党 这个所谓这个铁的纪律 但是呢 最初在中共建立之初呢 还是有一定的党内民主 比如说在党内公开会议上 可以公开批评 最高领导人 包括像陈独秀这样子的 老爷子 那么什么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就改变了呢 是毛在延安整风 在1943年的3月的 把自己封为书记处主席 而且明确规定自由 最后决定权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完全就变了 后来接着又当党主席 那么这一下子 就是一直当他死了 所以这个关系的话呢 他跟其他常委的关系呢 是一种呢 君臣关系 或者说是一种猫和老鼠的关系 他公开可以跟李小琪讲 我动一个小手指头 就可以把你扳倒 邓小平呢 在80年代 他在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 讲的 他说真实的情况 是难以反对 那么在文革结束以后 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一党内一般这个政治老人 包括习仲勋在内 他们痛定思痛之后呢 把党主席给改下来 换成了总书记 这个的话呢 是当时呢 是顺应了 就是总结了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 现在习近平呢 再度的把这个事情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想了 如果习仲勋地下有之的话 不知道做何感想 再一个刚才的李伟东呢 提到了红色帝国 我呢是不大赞成这么一个 用红色帝国这么一个框架来分析习近平 因为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是高看了他 有堕入的话呢 官方的所谓中国梦 所谓民族复兴 这么一种话语陷阱 那么可以说 就是给人感觉的话呢 从反面呢 帮助了官方 这个帮了官方这套说辞的麻 好的 实际上呢 习近平呢 实际上现在是坐在火山上 好的高文革先生 他自己呢 非常清楚这么一个情况 因此的话呢 他为了不让自己的 我们待会再来接着 请您谈这个接班人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您可能下一步 要谈这个接班人问题 但是我想在我们 移到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 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出任党主席的话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哪些人选可以充当这个副主席的这个职务 而且有关常委几人 五人七人这样的讨论 还有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 就像刚才高文静先生说的 已经造成一个军臣关系的局面 这个如果是习近平出任党主席的话 副主席有可能是王岐山和栗战书 他的亲信 那么如果扩大一点 政治比常委会还是可能存在 只不过是五人制 七人制还是九人制的问题 如果五人制的话 权力就更加集中 那么除了这个主席和副主席 这三个人以外 再增加两个人是谁呢 这有可能是李克强 如果按资历牌的话 应该是汪洋 但是也可能他们对汪洋很妒忌 那么就可能是王沪宁上去 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常委扩大成七人制 再增加两个人 就可能习近平的亲信 进一步的进去 比如说李洪忠 或者是这个蔡奇 或者陈敏尔这样的 如果再把它扩大成九人制的话 那习近平就可能整个打造成习家军 就把这个现在四大直下士 都是习家军 或者忠于习近平的人掌握 包括上海的应勇 这些人都可能 这个入阁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 这个就构成九人常委会 那么习近平作为党主席 凌驾于这个重心之上 这是一个结构 但是我在讲 这个我还是说 那个现在不合时尼 不合时代 成党主席 因为取消党主席 恢复设立国家主席 基本上是结束文革的一个标志 结束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象征 如果习近平恢复设立党主席 有一个文革风复巢的 这么一个感觉 我觉得习近平 与其让人叫他主席好 不如让人叫他总统好 也就是说让人民投票 一人一票选举他为 这个民主社会的总统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 跟毛泽东邓小平比肩 因为毛泽东推翻一个政权 建立一个政权 而邓小平是翻覆了 这个毛泽东的经济路线 整个的让中国经济翻天覆地 而习近平五年来 基本上没有打到毛和邓 这样的巨大贡献 在这样的情况下 称党主席一言就令超之过急 风险很大 所以说我认为他真正要跟毛邓比肩 必须否定毛否定邓 那就是只能开创民主宪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才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否则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 好的 我想李伟东先生 我们最后这部分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每位嘉宾的可能 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 发言时间请简短一些 那么李伟东先生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如果设立党主席这个职务 你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接班人制度 是不是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 还是说让这个接班人制度的问题 更为激烈 更为争斗 更为激烈 现在已经谈不上接班人了 习从这个十八大接任以来 就没有要设立他的接班人的这样的意图 也没有培养这样的人 然后原来胡锦涛他们隔代指定的 这个就是潜在培养的 像这个孙政才已经落马了 胡锦涛的这个地位呢 也岌岌可危 习完全要打破这个隔代指定 接班人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自己也没有安排接班人这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他能够作为党主席 再任十年任期的话 那么接班人的问题 会在他的最后一个五年才会提出来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 有任何要找接班人 包括安排接班人的这样的意味 同时呢 我也认为这个不设常委 不设中央副主席的可能性都变得非常大 这个就只有一个政治局 然后呢25个人或者再扩大一点都可以 把他的亲信都可以拉进来 这个在只设政治局不设常委的情况下 我觉得汪洋要当这个总理的可能性 也变得非常小 因为这个原来这个总理一般都是由常委来出任 如果不设常委的话 那习近平最亲近的最信任的这个总理人选 其实是刘鹤 这个就极有可能 因为他现在中央委员 把他进入政治局就可以去出任国家总理 那么如果设常委的话 就会导致很麻烦的一个局面 如果五个人七个人反正都是 这个原来这个所谓要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 才能够当常委的规矩 就有潜在的浮现出来 这样组成这个新的政治局常委班 对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设国家主席 就没有设副主席的可能性 如果有的话也仅仅是象征性的 那么也可能同时就不设政治局常委 只设政治局委员 好的 高文谦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请您谈一谈这个接班人问题下一步 您是否赞成李伟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的话呢 习近平当接班人呢 他呢实际上呢 是把自己放炉火上烤 因为呢这个这个专制极权制度 接班人问题是专制极权制度的一个解决 无法解决的一个顾忌 他现在自己把自己放到炉火上去去烤 等于是把自己头上戴上了 接班人的这么一个专制体制下的这么一个魔咒 或者说这么一个假锁 接班人问题不仅非但解决不了 而且的话呢 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握在他的手里面 他可以五年不交班 十年不交班 最终你总是要那个交班 即便是你选择的接班人 他也无法信任 因为的话呢 毛泽东就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曾经选择林彪当接班人 但是林氏父子要谋害他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 你办事我放心当接班人 最后毛尸骨未寒 把老婆侄子都给抓起来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将一直缠绕着毛 缠绕着习 就是使得习近平陷入当年毛的这么一个困境 再一个刚才讲的红色帝国的问题 给我断了嘛 对不对 那么我再把最后一句话我就讲 我说习近平与其说是有一种红色帝国的使命感 不如说呢 是一种大厦将寝的末日挣扎 我就说这么说 好 陈破空先生 最后一分钟时间请简短一些 这个我曾经多次论述 中共这种一党专政 无法解决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 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 围绕接班人之争 历来是中共党内最激烈的权力斗争 毛泽东时代指定的刘少奇林彪 都被他迫害致死 后来指定王后文是假的 指定华国锋只是过渡时期领导人 结果他真正的接班人是江青 是哥代接班人是那个子子毛远新 结果没想到过渡时期的老四人 把华国锋把他们给解决了 打入死牢 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不仅推翻了华国锋 而且把他数议的接班人胡耀邦先是罢免 后来的接班人赵紫阳不仅罢免 胡锦涛时代一直是死财难打 到了这个十八大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太子党人物 薄熙来跟习近平明争暗斗 瞄准的都是红色大位 所以到了现在又发生了孙政才事件 至今都解决不了接班人问题 这个十九大前夕突然拿下孙政才 给人感觉就是林彪事件的重演 所以接班人问题解决不了 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 只有一人一票公开选举的民主政治 才能解决最高潜力交接的合法性问题 否则所有的规则潜规则都不行 我们说了所有的阅兵 他们都在违线 包括邓小平的阅兵 习近平的阅兵违线 为什么他没有规则可言 他自己违了线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最终来说 十九大号二十大号 习近平不管干多久 解决不了问题 他如果效法普京 普京是一人一票选上去了 如果他效法毛泽东 对习近平可惜的是 加班加点小风输液 却跟毛泽东扛齐 何其不至 我奉劝习近平改先一辙 要想这个长远的 二十年三十年干下去 那就只有一条路 宪政民主 好的 有关习近平 是否可能在十九大 恢复设立党主席 这个职务的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感谢高文谦 陈破空和李伟东 三位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美国调查中国贸易行为 高科技为何成为重点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应该 评论